真的到了某一種年齡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身體有很大的變化 然後我真的覺得女生要好好的照顧自己 因為很辛苦 因為一旦身體健康了你心情就會好 心情好身體就會更健康 去年的母親節分享了一篇 就是有關於我去做手術的那篇文章 其實我媽媽也遇到一樣的問題 她的狀況跟我不一樣 因為我是膀胱脫鎚 但是她是子宮脫鎚壓迫彷徨 所以我相信每一個婦女都有不一樣的問題 可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是要提醒大家 一旦你的身體有問題 你就應該去尋求專業的幫助 不要脫 不要隱忍 因為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 只有你可以讓自己開心讓自己舒服的過 所以我很開心我分享的那篇文 我也很開心我代言了一個這麼專業的 一個國際藥廠的產品 因為他們是用一個更醫學的角度 他們認為差一點點就有差很多 所以她設計了很多不同的產品 就是針對不一樣的肌膚 或者是不一樣的年齡段 不一樣的狀況 來給你的身體保養跟照顧 從小有機會就要教育 人家說機會教育就是 當你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你就要好好的教 像我有一次遇到靜寶問我說 媽媽你看那是什麼 她就指我的奶頭 然後我說對那個是媽媽的奶頭 靜寶也有奶頭 每一個人都有 不管男生女生都有 然後我覺得這個觀念你從小培養非常的重要 在國外他們是從小 從四歲的小朋友就開始照顧小女孩的私密機 所以你如果讓她知道說 喔原來我們私密機其實也要從小呵護 那長大以後她更知道要怎麼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我都會直接告訴她我上課學到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最好的時刻 然後她就會印象很深刻說 喔原來是這樣 然後我就告訴她 女生就是有這個東西這樣子 希望你們都能夠過得很健康很快樂